色达是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,这里的人终日只做一件事,就是修行。 红色的房屋,闪着光的佛塔,似乎在海拔4200米的这里,你能找到永恒,一个没有尘世繁琐的世界,日复一日的精进修行,只为解脱轮回。 去色达,怎么玩? 一,佛学院里走一走,来到色达不仅是为了看那漫山遍影的红房子的,也是为了旁观信众对佛法的执着,诵经,叩拜,学习,不远千里,不分日夜。 在山谷之中,一群僧人在此地前行修行,积攒功德,在信仰的笼罩下,抛出一切欲望和杂念,将生活过成的最简单的样子。 来到色达,你也许不懂他们,但是你知道了他们。 二,听一堂佛法课,来到世界规模最大的佛学院,自然就少不了上一堂佛法课,一般来说,佛学院的课程都是为僧人准备的,但有不少课程属于公开课性质,游客也可以去听。 三,转108圈坛城,在佛学院最高的山峰上,有一个金碧辉煌的建筑,叫做坛城。 每天这里都有很多人来此前城的祈祷,夜已经深时,仍有人围着坛城赚金,这是他们一生的追求,这就是他们的梦想。 色达最佳摄影地点在哪? 一,全景最佳位置。 进入佛学院后,在山脚下有一个公共汽车站,旁边还有一个公厕。 这时向左侧,可以看到一个步行上山道路,比较陡,能看到有不少游客从这里上山。 上山后左拐向西,此处就是拍摄色达红房子的最佳位置了。 二,坛城。 每个到佛学院的人都一定会来到坛城赚金的,这里处于整个山的制高点,格外庄严。 在这里拍摄坛城和前来赚金的信众会非常好看。 无论如何,你见或者不见,它就在那里,它就是佛国之都,色达。 江西德勒,我是卓马,我们是做香港,澳门,台湾,以及海外华侨同胞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。 如果你想到西藏来旅游的话,欢迎联系卓马。 我的微信号是418992。 我的邮箱是卓马1991atgmail.com。